说我阿姨爷爷奶奶 你们帮我拼命里 有道提问 910个同学过河 只有一艘船 一趟只能坐三人 问几次能再玩 我说304趟 我妈非说303趟 你们说 船不要人开过来吗 你们是没看见啊 他像疯了一样 在这里训我 也不知道我爸娶他的手 花没花钱 我觉得肯定没花钱 便宜无好货 马上来 我先挂了 今天我买了个彩票 你们说我能不能中和100万 100万 能 妈 我给你举个例子 啥例子 咱俩玩个游戏 剪刀是头部会玩不 会啊 一举两块钱 如果你赢了 我给你100万 我赢了 你给我两块钱就行 行不行 行 可以啊 那好 现在咱们开始 你先出 你先出 妈妈 我发几个事 啥事 为啥在外面的时候 你不骂我爸 也不说他和在家里完全不一样了 那是在外面 在外面即使他犯了错误 我也是要给他留脸面的知道吗 那在家里就不用要脸了 有些事你根本不知道 今天我生气是因为本来我没装修房的钱就不够 他还乱花钱买一些没用的东西 妈妈 你当初是怎么看上我爸的 别提了 让他给骗了呗 我俩是在网上认识的 他说他身高1米78 年收入20万 任老师话也不多 我觉得各方面都挺好的 就同意了 没想到他骗我 没骗你啊 还没骗我 身高1米78 年收入20万 挺老 实话还不多 多实在的一个人啊 是你听不懂话吧 还不知足 你哪能见什么要什么呢 一个破气球30块钱 你知道30块钱能买多少馒头吗 馒头他也不可能尝出气球的味道呀 你要他干啥 我们家的钱又不是大方刮来的 你想买啥就买啥呀 你都5岁了 岩鼠明年就要10岁了 也该懂点事的 你要这么算的话 我得走你前面去 妈妈 明天开家长会 知道了 群里我已经看到了 你说你要是个班长该多好 开家长会的时候 我也有面子 你要是个校长该多好 那我不更有面子吗 校长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你现在有什么梦想吗 我的梦想是 长大到一名法官 为什么想当法官啊 除暴安良 问名除害 哇不错呀 那妈妈喂你 如果有一天我犯错了 你是法官 你可以通融一下妈妈吗 可以 你是我妈妈 枪变的时候 我给你插个队 哎呦 什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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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嗯 大家干嘛 等你啊 等我干嘛 听说你今天在课堂上又出洋校了 没有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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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老师问如何才能分辨赵鱼的手和脚 你是怎么回答的 放个屁给他 文 会捂住鼻子了就是手 其他的都是脚 还有你妈 哈哈哈哈 让他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环境 不再赖砍发树木 你有怎么回答的 每天手挖一张锥子 没有奶奶就没有杀害 我说了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你妈 又不是学业实力的王八 我的钱也是辛苦赚来的 你自己一点数都没有 你这种情况就是属于寄人底下 什么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你保暖吗 你露不露风你自己说 就算是投资 五年了晨晨 也该又回报了吧 回报 对呀 投资有风险你不知道啊 好这是你说的啊 既然有风险 我想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开始止损了 管了来不及了 只能无限投资 除非你把我再塞进你的肚子里去 哎呦你妈 我想说 冰淇淋你都不给我买 我跟你说了我没钱 那你把过年借给你压岁钱还我 我把你养那么大 用你几个压岁钱 你还至于忘回药啊 我现在还小 你养我是应该的 等你老了 我养你也是天宁地义 什么叫借钱 借钱就是我把鸡 借给你下蛋 那玩蛋你应该把鸡还给我 你倒好 那下完了你把我鸡给炖了 你这么不讲信用 我谁还借你钱了 哎呦你妈 哈哈哈 最后悔当初结婚那么早 要不是跟你爸结婚那么早 我也是个前程似锦 未来可欺的人 你是不是水里的钱又花没了 我看你是手头紧 时间紧 衣服紧 没头紧吧 混不好就混不好呗 还挂上我爸了 要不是我爸挣那点钱 我们跟着你 估计早就饿死了 你跟我打了这些没用的 其他众有少 原本是自己争取 哎呦什么 干嘛这样看我 我爸学你了吗 我去接我 你爸接你就行了 又不是没人接你 每些都是我爸接 我妈 我再去家庭了 那你上了学还得全家接你啊 天天放学我爸接 同学笑我没有妈 明天你要再不去 咱俩割袍就断义 他割袍断义 你要跟我拜靶子呀 行我找我爸去 你去啊我怕他呀 我让我爸给我找十个妈 我一放学就有一群妈来接我 你就在家看吧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晨晨 我今天消费了一把 都买什么了 你看 来来你过来 怎么了 你今天为什么在课堂上大喊大叫的 后排同学又比戳我 你有什么证据吗 不信你可以去掉监控 你后排同学曾经那么好 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穿你的 再说了 他为什么不穿别人穿你呢 肯定是你有问题啊 你为什么害我 我为什么他你不踩别人 肯定是你有问题啊 哼是爱不是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晨晨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 快不行了 悬崖上有一颗仙草可以救我 你会冒似去摘吗 我会 但是你会让我去摘吗 我为一个母亲我不会让你去摘 那你会偷偷去摘吗 我会偷偷去摘 如果我偷偷去了 被你发现了 你还会让我去摘吗 有人 你什么意思 你是想让我死呗 是你想让我死吧 啊 是我最等单纯 复杂的是人类 谁把谁当了成的头 晨晨说说吧 为什么骗我 我怎么骗你了 多天我为你脸上的伤势怎么弄的 你怎么没跟我说实话 要不是今天我碰到你同学的妈妈 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人家你同学回家都给他妈妈说了 同学打你 你都不知道跟老师说吗 你就算没给老师说 回家也应该跟父母说 他们好几个人呢 我怕我说了他们还打我 而且他们都比我大比我高 那又怎么样 你越是这样 他们就越是欺负你知道吗 你不能怕 你硬气起来不能怂 我告诉你 晨晨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 他们四五个打我都没把我打倒 也都比我大比我高 我都没觉得害怕 四五个打你 啊 终于把你打倒 对啊 怎么打了 绑进些干子上打的吧 哎哟 你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